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 顶级媒体评论简报 由六度团队整理而成 俄罗斯混乱华盛顿做准备 最困难的问题是保护核武 外交政策 尽管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与瓦格纳集团负责人 叶弗根尼·普里哥人之间的协定 成功地取消了后者的军事起义 阻止了俄罗斯内战 并暂时恢复了秩序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场戏剧院被结束 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回圈 并引发了俄罗斯内部不稳定的权力动态 普里哥人迅速接管了俄罗斯的两个主要城市 他的战士们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 向莫斯科进军 这表明一切皆有可能 包括普京的垮台和内战 尽管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与瓦格纳集团负责人 叶弗根尼·普里哥人之间的协定 成功地取消了后者的军事起义 阻止了俄罗斯内战 并暂时恢复了秩序 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灾难性决定 已经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回圈 并引发了俄罗斯内部不稳定的权力动态 普里哥人迅速接管了俄罗斯的两个主要城市 他的战士们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 向莫斯科进军 这表明一切皆有可能 包括普京的垮台和内战 因此当涉及到俄罗斯时 没有什么可以排除的 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 许多分析人士警告说 政策制定者应该为普京战后 俄罗斯的情况做好准备 包括内乱和国家解体 但可能直到普里哥任在莫斯科进军 西方政策制定者才开始认真思考 如何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准备 虽然政策制定者 影响俄罗斯内部动荡结果的选择有限 但仍有一些事情应该做 首先 美国决策者不应失去对乌克兰的关注 是的 俄罗斯发生的事件是历史性的 但西方几乎没有能力 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影响他们 相反 华盛顿的首要任务 应该仍然是支援基辅的反攻 并帮助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战场上获胜 正是在乌克兰 美国可以对俄罗斯局势产生最大的影响 一个强大胜利的乌克兰 是抵御更远东部各种混乱 暴力或解体情况的最佳堡垒 其次 美国决策者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俄罗斯内战的真实可能性 并不意味驻华盛顿 必须选边站 让俄罗斯内部的不同权力中心进行斗争 普里戈金的几乎成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如果普京被赶下台 无论谁取代他 都可能同样是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 西方应该停止寄希望于 一位希望与邻国和平相处 国内改革的所未温和的俄罗斯领导人 并做出相应的计划 反之亦然 仅仅因为我们不知道 谁将接替普京 以及过度将有多暴力 并不意味住 西方与普京政权的稳定 息息相关 西方应该从1990年代所犯的错误中 吸取教训 当时由于担心不稳定 他不愿意承认 从解体的苏联中出现的新国家的独立 相反 西方角色者天真的希望 俄罗斯的民主治理和经济改革从未实现 最后 任何国内冲突都不会蔓延到俄罗斯边境 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意味着加强与欧亚大陆各国的双边合作 以提高军事准备 边境安全 执法和情报能力 迫切需要加强的去外交 如果俄罗斯陷入混乱 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将是该地区稳定的关键 随着穆斯科影响力的减弱 人们也可能更愿意与美国和西方合作 华盛顿应该利用这一点 普京可能于普里哥任达成了一项短期协定 但这位俄罗斯领导人 现在有一个长期的问题来维护他的权威 众所周知的血液 现在在水中 鲨鱼很快就会盘旋 如果中央政府垮台或内战爆发 瓦格纳几乎畅通无阻地向莫斯科进军 让这两种情况变得非常明显 美国角色者需要做好准备 这需要现在回答一些 关于如何应对各种情况的难题 例如 美国应该如何最好的协调 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各地 可能出现的独立或自制呼吁的反应 俄罗斯的许多地区 由非俄罗斯 非斯拉夫土著人民组成 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以及莫斯科征服和剥削的悠久历史 其中一些地区已经有低级别的独立运动 甚至流亡政府 随着俄罗斯陷入混乱 西方决策者应该期待其中一些地区 在独立中寻求安全和稳定 美国需要与其伙伴合作 以符合美国利益和国际法的方式 协调对这些自觉呼吁的回应 美国决策者也应该开始思考 俄罗斯的内部战斗 如何影响俄罗斯在整个地区 煽动的各种未解决的冲突 如果内战爆发 不仅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会受到影响 俄罗斯对摩尔多瓦德涅斯特和沿岸地区 以及乔治亚拿奥塞提和阿博哈兹的占领 可能变得难以慰藉 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恢复其领土主权的机会 如果普京垮台 那摩白俄罗斯独裁者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对他的国家的控制可能会减弱 亚瑟拜然还将寻求撤走在第二次 纳格尔诺卡拉巴赫战争后 部署在那里的俄罗斯维和人员 这些情景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带来变革 他们都不应该让西方措手不及 然而 政策制定者必须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是 如何协调国际应对措施 保护俄罗斯的核武器储备 不幸的是 选择是有限的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库存 和大量的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 如果落入坏人之手 所有这些都会带来灾难性的风险 美国现在应该考虑他将如何领导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 首先 他需要在整个地区的过境点投资提高检测能力 此外 在个案基础上 美国应该准备与俄罗斯权力前客达成务实的协定 这些权力前客可能会获的这些武器 以保证他们的安全或转移到国外 瓦格纳叹乱最终将如何影响途径还有待观察 但周末的事件表明 要克里姆林公统治的脆弱性 自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已经遭受了重大打击 普京最不需要的就是直接挑战他的权威 现在不是避免对俄罗斯的未来提出棘手问题的时候 现在是为普京失去对权力的控制 过度可能不和平 以及俄罗斯的边界在十年或二十年后 在地图上看起来非常不同的可能性 做好准备的时候了 西方需要认识到 普京在俄罗斯的战争引发的政治动态的历史规模 并开始进行相应的规划 布林肯中国之行完成了两件事 印度可能以后回来咬我们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官方旅行现在可以证明是在COVID-19之后恢复的 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最近访问了中国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对华盛顿进行了国事访问 两者都很重要 都与中国有关 布林肯之行基本上是死害控制 成功门槛很低 他终于发生的事实足以让人欢呼 这就是发生的一切 似乎没有解决任何重大问题 有模糊的承诺继续在工作层面进行讨论 并邀请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来华盛顿 中国继续拒绝我们更紧迫的要求之一 恢复军方对军方的对话 对美国来说 在两军之间建立直接的沟通管道非常重要 以确保该的驱船只或飞机之间 不可避免的对抗和近乎碰撞 不会升级为更大的事情 中国人对他们的国防不长 受到美国制裁感到愤怒 并可能认为有组织的对话 只不过是更多美国演讲的机会 因此 这次访问 似乎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任何东西 但他确实完成了两件事 首先 他恢复了这种关系的某种程度的文明 没有人对对方大喊大叫 至少没有在公开场合 双方显然为未来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其次 与此相关的是 这次访问 为美国经济官员的高层接触 打开了大门 有言蜚语意之事 中国本来会欢迎财政部长珍妮特 耶伦和商务部长吉娜 雷蒙多的访问 但美国希望国务院排在第一位 既然已经发生了 其他人可能会效仿 即使他们这样做了 你也不应该期望发生太多事情 拜登政府中 很难找到 相信我们 可以说服中国 改变其经济政策的人 我怀疑中国人对他们 无法让美国取消关税 或出口管制同样现实 更有趣的问题是 最近双向贸易的大幅下跌 是昙花一现 还是趋势 除了COVID19年之外 贸易仍在继续增加 尽管两国政府都设置了相互的障碍 直到今年 尽管有这些言论政客们呼吁脱钩 企业说这是不可能的 但也许西方公司 正在通过减少在中国的存在 并寻找替代的 多余的供应来源 来降低风险 现在说还未时过早 但数据值得密切关注 莫迪的访问最终变得更加实质性 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感到惊讶 除了多项与防务相关的 技术合作协定和协定外 双方还出了意料地宣布 解决六项悬而未决的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 其中包括 美国对钢铁和铝指收关税 和印度报复的两大争端 这些都很重要 因为多年来很难让 印度同意贸易领域的任何事情 或在世贸组织中 发挥建设性作用 尽管这六起案件 涉及双方的数量相等 但美国可以说 从这笔交易中 得到了更好的好处 因为印度取消了 对美国钢铁和铝关税的报复 但美国似乎并没有取消 首先导致问题的关税 当然 终止这些案件 并不意味着问题就解决了 这只是意味着 双方都不再抱怨他们 至少是暂时的 围绕此行的更大争议 来自那些担心 拜登政府对莫迪的奢侈国宴 支援的人 尽管印度的民主受到侵蚀 莫迪政府对穆斯林 和基督徒的宗教歧视 对于一个将人权 作为高度优先事项的政府来说 批评者嗅到了虚伪的味道 这再次提醒我们 在某种程度上 让完美成为好的敌人 是代价的 每位总统都不得不面 对这样一个事实 即很少有世界领导人 符合我们的所有标准 公平地说 我们的领导人 往往不符合他们的标准 这一位柱 他们必须优先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 总统认为 我们与中国边境一个重要国家 建立更密切的防务关系的兴趣 比公开的人全演讲更重要 为此存在争议 但真正的问题是 果知是否值得挤压 印度不是盟友 有积极追求自身利益的记录 而这些利益 往往与我们的利益不同 特别是在贸易方面 在与中国频繁发生边境冲突之后 印度政府有充分的理由 与美国建立更好的防务关系 并获得我们的先进技术 而不是主要依赖中国的好朋友 俄罗斯 为莫迪扑开红地毯 可能没有必要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印度继续远离民主病 保持与俄罗斯的关系 它可能会在以后 回来咬我们 特别是在技术方面 简而言之 政府已经建立了一种利益的朋友关系 美国提供了大部分好处 明智的做法 是同时为代价超过收益的那一天 做好准备 我们与印度的关系 回到其历史基础 魏廉 莱恩师在华盛顿特区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 拜任国际商务孝儿主席 谢谢收看评论简报 请通过 六兜brief.com订阅